这件事中找到证据从前现场 得到真相 这件事中找到证据从前现场 得到真相 得到真相 二人发现了吗 发现现场的盲点了吗 所有的死亡都一定有原因 方议员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有逃亡之余 立刻发布警机具体 你叫我不要回家 还把我约在这里 你到底怎么了 你在对警察对不对 你就不能把一切都告诉我 让我不要担心 薛法医 我是认为这个案子 没那么简单 上车 死者的指甲缝中找到一些皮屑 经过化验结果显示 是你的 方议员是不是跟林锦瑞很亲近 现在已经两个人死了 我们是认为 方议员跟疑似的林锦瑞 跟当年做案有关的 必须重启调查 当年的案子你先拿出来说 现在是怀疑我 你没有跟我说 你在这里面怎么工作 我有没有跟你说 对你来说有差吗 这张照片是15年纪拍的 这张照片上的人全部都是凶手的目标 凶手为什么要杀害这些人 我有个东西对你来说也许会有用 这个案子跟你没有关系 那我的事情你以后也不要管 我关一下林锦瑞很久了 我曾觉得他藏着什么秘密 我现在必须找到他 现在马上 凶手是不是故意在误导我 凶手是留意已 放开 放一元 我们的工作室找出真相 她想要隐藏什么 讯息 有可能是她们留下什么讯息 放一元 你发现什么 修处一直在布局 防疫人会不会有危险 把防疫人找出来 你不要再看到下一个被害者 你们一定落了什么时间